艾利哥 那個WSBC的U23 好像要來台灣打 對對對 10月 我們好像有機會看到那個 栗山教授 他要帶球隊來 感覺有希望 我有發現這件事 他好像突然要來台灣 到時候不去幫他加油一下不行 對 要去現場 只是 只是講到這個 我都還沒有去幫老舍楊豹加油 歡迎收聽日公配信 歡迎收聽日公配信第104集 對耶 突然想到10月他有可能真的會來 如果他帶的話 應該是來得成 喔你說 來得成的意思是 疫情應該不會再影響了就對了 因為已經有那個媒體問我說 主要是做社會人的那個吧 專欄的 就有問我說 請問那段時間可以協助拍攝日本隊的賽事嗎 喔他想請你 幫他拍照片 然後我就說 如果那邊可以協助攝影 就是協助採訪申請 當然沒問題啊 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什麼時候問 之前就問了還是最近問 上個禮拜吧 最近才問了 應該是 應該是他會帶啊 我記得道彥那時候好像也有帶 U23去哪裡比 就好像有來有去打吧 對就是等於讓他 讓這個監督有一個帶兵的 有類似練習的機會 可是你覺得好像 U23那個感覺就是 首席負責的工作比較多的感覺 我覺得不會吧 反正名字一樣是他 他一定 語言也是要帶去啊 他們內部作證要誰負責 那就另當別人嘛 只是他人一定會來嘛 因為監督一定要掛他的名字 應該是會來啦 應該是會來 好這等一下第一個 而且你講老實我才剛剛趕快打開電腦查一下 說他還在 我還在 有啦還在 我知道還在 可是也不見了 好像每一場都有出來 對啊 羊炮結果今年在中央之後好像也沒有太吃香 雖然一開始好像找的球隊蠻多的 可是好像也就還好這樣 對 好關於這個U23的東西 等一下還有相關話題 好 這一集的節目有聽眾信箱 陳陳小丈夫的來信 他其實本來是上禮拜天 那晚上9點多來信了 這就是我們已經在錄 我們在錄的時候 錄103集的 我也來不及看到 所以照片delay了 到104集再來回答你 他說 哈囉兩位好 如提 不知道適不適合在這邊問 以下關於這個女足的問題 女子足球 因為好小是這方面領域的專業人士 這四個字好重 專業人士你好 不要這樣 剛好聽到關於木蘭碑的介紹 可不可以請好小簡單的介紹一下 亞洲女足嗎 比如說類似規模 層級 這一類的資訊 如果不是在節目上台 沒關係 Thank you 不會 我們慢慢說WIN就轉型 其實亞洲女足這四個字有點大 有點大喔 對阿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看那個嘛 就是FIFA都有PO出那個嘛 全世界的女足的排名 台灣大概就是差不多跟泰國一樣 我忘記是30還是40 大概在這邊 對 然後在亞洲的話我覺得大概就是七八強人 那當然像比如說亞洲女足接下來七月要打的東亞盃 那東亞的女足就是水準是蠻強的 不管是韓國 韓國她的聯賽嘛 一級二級都有 對 那中國更不用講 中國女是 她是有她非常 她的女足聯盟是聯賽是打非常久的 強度也非常強 對 日本的話因為我比較熟嘛 與其說專業人士不如說只是剛好比較熟日本 因為一些工作上的關係 對 那日本的話現在是有We League We 那We是不是最上層 那不能說是最上層 因為她等於是獨立出來的一個聯賽 那她目標是要朝向全職業 因為下面那個Nadeshiko所謂的福祉聯賽 一二級 她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對她是叫做聯賽沒有錯 裡面也有簽職業合約的 但大部分都是簽一般合約 所謂一般合約她可能在贊助商工作 然後下午去練球 六日比賽 這種社會人 偏一半社會一半 一半半職業這種合約的選手比較多 當然We也是有 可是We就是她有強調說 比如說他們去年是第一年 上一季是 8月到今年的6月是第一年 然後他們說要有多少個職業選手 那明年他們要多少個人是簽職業合約 這樣子 對那強度來講 當然我覺得日本韓國是差不多 日本韓國中國是差不多 那當然第四個去打的 就是我們去打的台灣女主 當然跟前面這三隊的成績是差了一點 我們大概現在介於這強度 大概就是泰國跟越南 那泰國也是這一兩年開始有職業 對原本的男生的職業職業部 願意開始去成立女子的 所以開始漸漸有想要往職業發展的感覺 那我們台灣自己有沒有 女族的聯賽有吧 我記得有嗎 木蘭聯賽 木蘭聯賽 那木蘭碑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國家都會有聯賽跟碑賽 兩個賽事 嗯哼 甚至有些是有三個 嗯哼 對 那碑賽會當然就是淘汰制嘛 從下往上打 那通常碑賽就會把一二三 比如說這個球這個國家有三級吧 一級二級三級的聯賽的球隊全部打散 就是抽籤去打這樣子 所以會有出現有下課上的時候 嗯哼 對然後 杯賽的話 那日本的話就是以前會有所謂的聯賽杯 還有一個皇后杯 嗯哼 皇后杯就是先各地都打玉璇 一路往上打 然後 到了上面才會有 比如說福祉聯賽二級的 跟他們去分組抽籤 然後再上去打 打到一級的 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樣因為 嗯 規模層級喔 如果這樣 如果只講日本的話 日本就是Wii Wii是最上面的 嗯哼 但是不是說你拿到福祉 一級的第一名就可以去Wii 嗯 不是這樣你要過了 他有一個俱樂部的一個認定標準 像證照這樣 俱樂部執照這樣的東西 嗯哼 比如說你要有多少的資本 你要有多少個 簽職業合約的選手 你有什麼練習場 什麼之類的 嗯哼 甚至你的球場裡面 可能要有多少個廁所 都規定好 就像我以前 對就是他有一個規定的方式 遊戲也是會這樣嘛 對不對 嗯 球隊要變強你 他規定你球場要容納幾個人 對對對 他有一些規定上面 當然有一些還在調整 但是基本上就是 你要符合規定要申請 然後過了才可以進去 才可以進去 對 那日本的話就是Wii 除此 Nadeshiko一級 Nadeshiko二級 然後再來就是地方聯賽 嗯哼 地方一級 然後地方二級 然後線 了解 嗯 大概是這樣子 我這樣講完真的是 拜託把那專業人士 真的是去掉 我真的壓力好大 拍攝要 不不不不 這你問我我也講不出來 我不知道 不然你們去找一個叫做陳思瑜的選手 找他IG 直接問他 這樣直接問問那個 對直接問他 但他能回答多少我不知道啦 他是在日本踢球的台灣女子女子選手 說不定他有空的時候就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是這樣 也許啦 他應該很開心 他應該很開心 幫他找了好多球迷 好那就希望這樣子的回答可以滿足晨晨小丈夫的需求 如果不行可以再問我啦 不行 可以私下我們問 我可以盡可能回答 這樣喔 好要來進行這個禮拜的一週新聞 第一個話題就是跟剛剛前面一開頭有關的 因為這個8月1號的時候 他們日本這邊要舉行一個U23NPB選拔隊 VS大學社會人選拔隊的一個比賽 這個有點叫職業業餘的一個紀念四盒 為什麼要有這個紀念四盒 因為今年2022年是野球棒球這個運動 傳來日本的第150年的紀念 我當初你2022-150就是1872年 1872年的時候有一個美國人的老師 他來到日本教書 就在日本有點提倡教大家來打棒球 他叫做Horless Wilson 這個人 在1872年的時候把棒球帶來日本 所以今年日本為了紀念第150週年 所以他8月1號的時候要來舉辦這個比賽 日本火腿有兩個選手入圍了 一個是輕功姓太郎 另外一個是打打打笑太 其實你說入圍其實也還好 總共24個人 12隊一人就是兩個 這是什麼平均分別 就是公平 我覺得主要8月1號 因為球季的中 雖然那一天我記得好像禮拜一 但是基本上你要拉一些選手 有一些球團可能就沒有那麼願意 我覺得拉二軍的或者是 看每一隊 你說當然輕功現在在日本火腿來講 他一定會在一軍 但因為球團如果願意配合 那當然去打是沒有問題 我記得羅德有藤原公大跟安田上線 其實都人類 雖然不見得在一軍每一場都有先發 安田比較多 藤原比較少一點點紀念 但是人家也是比較有誠意 我就拍這兩個共襄盛舉一下 其實就公平 一隊就出兩個 總共剛好24個人這樣 輕功是透過球團說了一些感言 然後就說這次有這個機會 也球傳來日本第150週年的紀念 能夠選我當代表 我很光榮 而且好久好久沒有在立山監督的下面打球了 感覺在他下面一起打棒球 很幸福 然後他也會好好的 真的嗎 應該很幸福 他跟現在比是不是 現在比較容易被罵 對啊 這禮拜已經被偶弱了好不好 這禮拜第一波是誇獎他了 他說到時候他會好好的表現 就是不會丟這個臉 不要丟這個臉 打打有講話嗎 打打沒有 因為他現在應該隔離中吧 他確診了 你有沒有覺得我的反應比較不一樣 就是輕功就 應該說因為他也不是第一次入選 穿國家隊的球 雖然說可能成績不一樣 或者是比賽不一樣 對他來講這個東西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打笑太入選真的是5-5 沒有我覺得就是反正就是一隊 就是要出兩個啦 對啊 對不對 那球團願意好 我派這兩個去 喬好喬好就好 再怎麼樣 就一場比賽而已啊 就一場而已 又不是說要打5場 沒有就這麼一場 就9局而已啊 你有那麼多投手 你一個人是能分到幾局 對 一個人分一局可能都還不夠投 不夠這些投手投 我忘了幾個投手入選 我忘了 總之我是覺得反正就是一場紀念比賽而已 大家也不用太 就是看的那麼重 或很重要 我會覺得這就還好 看比賽就好 有點像參加慶典的感覺 對 參加一個慶典 主要是讓立山監督有一個帶兵的機會 因為本來幾月 3月那時候跟台灣要打兩場嘛 結果流局嘛 對 疫情流局了 沒成 變成這一場比賽 順利打的話 8月1號如果順利打成了 第一場 立山監督當 SAMURAI JAPAN的監督之後 第一次要帶兵 對 主要是也有這個含義在裡面 當然因為大家會直接去聯想到 我們剛前面開頭提的 10月14到10月23要在台灣 我記得台北台中都會有比賽 有這個第四屆的世界盃U23的野球錦標賽 因為正常來講這個比賽 像我們前面講 應該也是立山監督會帶兵來比賽就對 對他來講也是一個多多練習 臨場帶兵經驗的一個機會 但是很多包括台媒在內就會聯想 看到這一次U23NPP選拔 要跟大學社會人選拔對抗的這個名單 大家就有點想 他們已經派到這樣子的程度了 比如說我就看到有一家寫說 以這個選拔陣容來看 平均年齡符合的 比如說佐佐木朗 他還漏打一個C 人家叫佐佐木朗C 還有楊樂多的強打春桑中榮都未入選 他推測 佐佐木朗C 將U23做為培養國家隊潛力好手的戰役 擁有參加過經典賽 奧運等大賽的極戰力選手就先避開 但即使如此 戰力跟心度還是相當可觀 乍看來講好像有道理 其實因為他沒有去了解原因 重點就是因為譬如楊樂多 楊樂多你要春桑中榮出來 當然不是不行 但是因為你10月14到10月23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就是西夜市 差不多要冠軍那一輪決勝輪 然後後面就要接日本一了 以楊樂多現在的情況來看 大好 某數數字都已經點亮了 應該就是會去打了 七早八早就亮安而變了 那他當然不可能放春桑中榮去打 10月的這個比賽 因為他正常來講 他10月還要用到他 他有後面這些季優賽 甚至日本也要打 對不對 那你說卓爾木朗西 我不知道羅德的態度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我看過一些日本媒體的報導 是說到時候因為有一些球團他不是那麼想讓 比如說這個投手已經是在我們先發輪子裡面是固定人選的這種選手 去打這些國際賽 另外一種槍施就像春桑中榮這一種 他說有一些球團應該會盡量避免自己已經是在球隊裡是主力的選手去打 那你說培養國家隊潛力好手的戰役 我是覺得以日本的那個來講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他忍很多 他的選拔標準不是說你這次U23來台灣的這次你要打得很好 哇你以後就可能真的變成商務來小片正選的名單之一 我覺得這是兩碼式 我自己覺得是兩碼式 對啊 好小不知道怎麼看 我就覺得U23是U23啊 那個經典賽或什麼其他上成人A代表的比賽就是 所謂A代表的是成人啊 那是A代表的事啊 這是兩回事啊 對啊這是兩回事 他真的不需要用U23這一次的杯賽來培養國家隊潛力好手 他要去挖掘國家隊潛力好手他有很多其他 就是你說日本之棒這些例行賽就可以了嘛 對這些才是他更要 所以這一陣子你就看到第三個都到處去看啊 對他現在還是在到處去看啊 因為明年3月經典賽要恢復了嘛 他最近已經開始被獨賣了 大古香頻道叫怎麼用 你要怎麼用 他會不會回來 他就開始在躲話題了 他現在就避免回答 對啊 他要忙的是很多啊 他這個U23只是說戳穿的 真的只是讓他帶兵來 然後有一個執掌兵服的機會 國際賽執掌兵服的機會大概就這樣而已啦 所以真的到時候 譬如說10月的名單出來的會是怎麼樣 到底跟這一次職業業餘的紀念四合有差多少 一來不知道 反正U23以下他又沒有規定你通通都要MPP 對 你到時候這一次紀念四合兩邊 大學社會人加U23的MPP 說不定只要他覺得OK他通常想帶來 對因為你像之前三月沒打成的那一個 其實那時候也有傳很多選手 立山監督想要帶他們去打 可能是比如我記得 智劍拖載好像這樣就有嘛 對就是一些現在在業餘的大學的 他也想要帶去打 所以說不定到這10月來的是 這一次紀念四合混起來的 他覺得好的通通都帶來 因為U23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你會找大學或社會人的機率也不低 因為之前就一直有人入選過 對 尤其大學的 大學的可能會有好幾個 以前也都是這樣 以前的選法大部分也都是這樣 對啊 大概第一個話題是這樣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8月以後到時候 達達跟清宮去比這個紀念適合 所以但我蠻希望達達可以最後進入的是什麼 也是有可能就看球團 以後就可以來台灣投的意思了吧 就來啊 就會來台灣 我們就可以親眼看他投 我記得台北是在天母 台中是在洲際球場 好像是這樣嗎 我印象裡是這樣 如果有陸選之後就會來 因為照理講 人挺會盡量挺 畢竟立山監督現在還是 算日本火腿裡面的人 對啊 你自己都不挺了 那誰要派選手 對 我是這樣做的 好 下一個新聞來進入上個禮拜的比賽 7月5號禮拜二 黑色星期二 唉 又輸了 真是起 禮拜二真的就是贏不了 1比2 有沒有一個做法是以後禮拜二不要再排賽程的 不太可能 有下禮拜 下禮拜禮拜二沒比賽 三四有比賽 下禮拜不會禮拜二輸球了 因為沒有比賽 沒有比賽 放假一週 耶 1比2 輸1分而已 那先發是POMSE 其實投的不差 7局只被打4只安打 還有7個三陣 只失1分 那一分是被左凳 都只也靠一隻拳力打 掉1分而已 那後面接替的 石川直爺 玉井大翔都不錯 直到了Rodriguez的時候 掉了 被打2只安打掉1分輸了 這樣 那當然前面的話 James 因為那天其實在佐佐馬林風也很大 他其實一開始就覺得 哇今天這比賽風這麼大 打拳內打個人目力 沒辦法 風太大打不出去 所以他就換了一個想法 今天我總之我就是把GQ點抓好就好了 結果真的被他抓好了 日本媒體是寫這個 挺著這個6公尺的強風 這個球就6公尺 MEDORU是公尺 對吧 嗯 對 就是挺破風 這個風雖然算蠻強的 但是球就這樣破著風 哇一路飛飛過拳內打牆 這個本季個人第5號的拳內打 那另外他自己又說 最近有藉由TORENA訓練員 建議他做一些皮拉提斯 他覺得今天有這隻拳內打 有辦法飛出去 除了彈吉就有抓到 他最近做這個皮拉提斯 來強化他的身體 比如核心還是什麼什麼的 他覺得有效 有這個效果出來 那另外還有畫面 也有看到他打完拳內打 回去修理士前的時候 就是大家對他比 他們叫做這個叫J-POSE James的J-POSE 比一個J比一個J 他說這發明的人潛艦大機 潛艦大機想出來的 所以大家開始 潛艦大機想出來 潛艦大機蠻會想蠻多動作的 我覺得 也不會很會想梗 有這個潛力 有這個潛力 那比賽之後 BOSE對碰誰的投球 他其實沒有什麼責備 他反而覺得投得很好 除了被佐藤杜基也打的那一發 在那一發之前完全OK 而且甚至當一個先發投手 非常稱職 他說下一次也是先發 我還會再讓他投 再讓他去先發再投 那因為這場比賽延長第四局 B-RØ上來的時候輸了 所以10年拜 禮拜二10年拜 日本媒體就封這個叫黑色星期二 日本火腿的黑色星期二 繼續當中 那因為講到B-RØ B-POSE有一些話想要講 他就跟著媒體講 他說因為一開始就讓跑者上 搭者上壘了 那何天康四郎我記得是帶跑這樣子 反正就輕輕鬆鬆就倒上二壘了這樣 B-RØ就說不行了 這個壘上有跑者之後 B-RØ的快速投球 完全不會 完全不行 他說這樣子的話說實在話 跟送他們上二壘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會讓對手過太爽了 太簡單了 要倒上二壘 這個簡單到爆的意思就對了 然後在他看起來 就是B-RØ手套一舉起來 跑者開始跑 完完全全都來得及 B-RØ也不會在比如說什麼樣 因為投球動作已經開始了 他也不能再中途停下來了 但是因為這動作就太大了 你手舉起來的時間都花太多了 這是落點 投球上的落點 B-RØ自己是說 你說這個要改 他說PBC 沒那麼簡單 很難 但是你要下一些功夫的話 他覺得是要看B-RØ自己 你要去改善 你要去稍微 不要讓你的投球動作那麼大 花那麼多時間 當然還有辦法 你要完全改會局真的很難 但是你想辦法說短一點 或者去做一些擾亂的東西 B-RØ就覺得 就看B-RØ自己怎麼想 他要不要花功夫 花心思去改 去改變或去學習一些東西 其實這個東西 我記得從B-RØ第一年來就是了 不過我覺得蠻好趣 就是其實B-RØ來火腿 這怎麼講 就覺得像是火腿挑出來的投手的感覺 他比較像育成型那樣這樣 當初來就是在教的 一來我記得當初來就是不會哭一哭 不會快速投球 所以在二軍待了一陣子 看到都傻掉 不會 就不太會 就是當局比較大 雷尚有人的時候投球動作還是很大 他不做那樣子的動作 他就不太會投球 這其實到了 你來今年應該第四年有了吧 在B-RØ自己看覺得還是不行 尤其羅德又喜歡用道理的 對這個難得的機會 無人出去你就送我上一壘的 當然沒跟你客氣 你這投球動作 當然就是可以等於送我去二壘的意思一樣 要丟這一分太簡單了 要達到這一分太簡單了 對火腿來講要丟這一分 真的也很簡單的感覺 好輸了 禮拜二又輸了 希望下下禮拜二 禮拜二有希望贏 趕快來破黑色星期二 好再來下一個話題 明星賽 在球迷票選的部分公布了 結果公布了 其實就跟之前講了 因為後面我們那時候都覺得不會再變了 大概那個型都一樣的 有少數別的位置有變化 比如說宥吉克宿跟海馬蒂 我兩個人就真的比較厲害 在中繼投手部分 其他的大概都沒有變化 就是當初都看了這些領先的 最後就是贏 那日本會的一樣就是 野村又熙跟松本剛 兩位選手最後入選了 B-Post就很高興 因為那時候被訪問 他就很高興 我來教他們 怎麼樣拿到MVP 明星賽MVP的三個指南 三項建議 照著我這樣做 機會都很大 他說 他到時候要跟這兩個講 第一個 壘上沒有跑者的時候 你們心裡想的就是想辦法打紅不讓 打拳雷打 壘上沒有跑者就是會大棒 想辦法靠一支拳雷打 二壘得點圈有跑者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打中間方向安打 日本媒體只不過就是 你想辦法打安打就對了 壘上得點圈有了的時候 你想辦法打台姆利賺打點就對了 他說還有最後一個第三個 如果你自己上了三壘的時候 請到本壘 請到本壘 這就是他以前做的事嗎 對他以前做的事 他說這是他 你要拿明星賽MVP三項指南 照著這個做 如果真的都做到了 透懂MVP絕對是你的 拳雷打台姆利 但這三項 到本壘三種 就做的到 但就是他的 真的做的到的機會是真的很大 尤其到本壘 但是就做不到 可能就MVP就真的沒辦法 就拿不到了 他講的其實也沒錯 你如果真的有辦法 那又打全壘打又打台姆利賺 到本壘那一定應該八九不禮十了 對 那對於日本活的球隊來講 相隔三年 2019年以來 終於又有選手在球迷票選的時候就入選了 那當然其中2020年的時候 是那年沒有明星賽 雖然隔三年 但是其實是兩次而已 2020那一次沒有辦 那說本剛自己說去年 就是我們球迷票選全隊都共呼 對不對 今年再怎麼樣至少要一個兩個這樣 所以他心裡很高興 B-Boss其實也很高興 B-Boss說到時候有松本剛一棒 GEM12棒 很有趣吧 對不對 大家不覺得嗎 好我來 我來穿個訊息給中高聰監督 我來跟他講 我來跟他建議 到時候你排松本剛一棒 GEM12棒這樣 然後他說不管 我想辦法就是要讓他們兩個 有至少一個拿MVP就對了 他心裡面想像 就是我的選手 如果有辦法 第一個想辦法進明星賽 我把他們送進去明星賽 第二個送去明星賽的時候 你就想辦法拿MVP 這樣你就話題 你就變成真的明星選手 在明星賽還拿MVP 就是明星中的明星的那種感覺 真明星 對我會全力做他們兩個人的後盾 有意思 再來進一步還有一些 日本火腿球團的紀錄 松本剛是在外野首部門入選 這是記憶好久 真的你看了這個統計真的都好久 2014年以來的鍾田祥跟楊代鋼 居然外野首部門日本火腿有這麼久 沒有人入選 野村尤其是三壘首部門 看到更久 2005年的小立元到大以來 有夠久三壘首部門 當然有 差一久了 好長一陣子其實都 可能那時候小谷也容易都沒入選 有蠻長一陣子 小谷也容易守三壘 野村尤其是小谷也容易守三壘 反正就一路從2005年到小立元 到現在日本火腿 他有再有選手是靠三壘首 這個部門入選名 另外就是感言 譬如野村尤其被訪問的時候 他說 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明星賽 而且還是球迷票選就中了 他覺得到時候 因為明星賽就是一個 可以跟很多神敗 或是其他球隊的優秀選手交流的機會 他說他想去找村尚中榮 剛好是這一次央聯的三壘首 他說他想來跟他一個四棒會談 因為村尚當然這兩位 幾乎都是四棒不會動 在母市算大部分都是 偶爾動一下 他基本上也算是球隊的第四棒了 他說當然村尚已經是日本球界的代表人物了 代表性的打者的人物了 以成績來講我完全沒得比 但是想跟他討論一下 交換意見或跟他討教 當一個打四棒的選手 你心理上的準備什麼是什麼 調試怎麼樣的 或是其他一些跟棒球有關的事情 他也都很想問村尚中榮 希望能夠把握這次的機會 這也是明星賽的另一個含義 有些選手只要你敢去多跟別人交流的話 比如像建姆斯想的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很可能變成 就變成這個選手的弟子的那種感覺 好像變成他的徒弟 好像可能交換的聯絡方式 以後三不五十都可以問 就像幾天會心得到了藤川求兒的LINE之後 幾乎每天常常成敗 我這樣可不可以 幫我看一下動作 就在LINE這樣 最特別是一個說我可以討教 只要你敢一致去問的話 好再來下一個新聞 又是喜事 上哲直之又當爸爸啦 第二個小孩出生了 在7月4號的時候 上哲夫人在雜謊室的醫院 生了第二個小孩是一個男生 前一胎第一胎是女生 那這一胎男生一女一男 上哲就透過球團說 但最要感謝的就是最辛苦的太太了 家族來講又多了一個人 自己的責任又更重了 又比過去更重了 然後希望為了家族可以好好的把成績投好 接下來持續一直加油 大概就說這些的話 兩塊這些選手 28上哲現在28生兩個 可是對日本人來講算正常 當然有日本應該也有完婚的 可是日本找婚的也不少 不少 對 台灣好像少了 好像找婚跟比較後面 然後中間的就好像真的 好像過得早 比較25歲前那一段 好像中間真的結婚的沒有那麼 中間會有一段 慢一點的時期那種感覺 對 但是晚婚的也很多 大概是這樣 生兩個了 表示之前那些生的第一個 差不多陸陸續續 第二個也要出來了 什麼還有誰 家藤貴子是不是 還有誰 之前不是連續好幾個通通都生女兒 這些選手的第二個小孩 說不定接下來也要陸陸續續出來 照這個時間來看 不知道到時候再看有沒有相關消息 好再來到了7月6號的比賽 7月6號對羅德4比5 一分贏恨 先發是上緣劍泰 他投了三右三分之二局 被打兩安打 然後三個三陣兩個保送 4三分 那因為他那時候其實 第4局要上來投的時候 其實又是那種讓 對方第一個打者上來就上了 我記得好像是投保送 然後感覺B boss就 已經有點不耐煩了 反而後來 反壘上開始累積跑者的時候 他也不讓他把這局投完 他就換西村天宇去幫 要來化解壘上危機 結果沒化解 西村投了三分之一局 還被考拳來打 大概多失了兩分 那一局 你如果讓上緣投完 說不定還沒丟到五分去 用西村去救援反而提火去 丟更多分 然後後面林木劍使兩局沒四分 集電威信一局沒四分 北山教授也一局沒四分 因為日本媒體賽後 其實這場比賽其實我覺得 氣氛不是很好 我自己看那場比賽的感覺 就是很第七 尤其那一局整個爆掉之後 感覺好像B boss臉 也有點臭臭的這樣 心情不是很好 因為賽後被訪問的時候 B boss就被日本記者問說 然後你這一場比賽這麼早 就決定把線包裝換下來了 但是因為結果來講 好像不是照你的如意算盤走 你換了投手去幫忙投 結果反而丟更多分 然後本來領先最後輸了 B boss就回答他說 其實那個東西來講 就是結果論 當然他最不想要的就是你投保送 你自己把對方的打者送上來的這種 他其實就不是很想要這樣 輸了之後 這一場比賽輸了之後 借金借到20塊 最多本季最多的時候 等於敗場數多 勝場數20了 關於這個的話 B boss就說 其實說穿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球隊現在實力不夠 這就是2022年的日本火灰 就是實力不夠而已 就這麼簡單 會借到20塊的就是實力不夠而已 當然我們球隊是為了以後 我們不要再發生這樣的情況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學習 那關於這部分的話 就記者朋友們 你們想怎麼寫就這麼寫吧 今天就到這了 他就講這樣 在你下 所以你們怎麼寫 你們都要死了嗎 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對反正我已經講了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我們實力不夠而已 對我們是為了以後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好多練習 好多試驗好多學習 至於你們想要怎麼寫 就你們自己去寫吧 好這一場比賽 其實還有第三局的時候輕功 打了0比1落後的時候 打了一隻最評分的楊春彈 個人第9號拳雷達 B-BOSS對於這個 他前面被訪問的時候 他有講 他說不錯 不錯 優勝大ですね 尤其是打左頭手的拳雷達 那日本媒體解讀 不錯這一次B-BOSS 心裡面應該算滿意 請恭喜人家 從一個左頭手的手中打住 拳雷達這樣 好再來下一個新聞 這一天7月6號是不是 7月6號 近藤見界 出場 一軍出場登陸數正式達到9年 上次剛好有聽總朋友來問 我那時候講是差幾天 反正總之到了 7月6號這一天到了 他正式拿到海外的FA 當然這時候選手一定都會問 選手基本上回答也都是這樣 自私化回答 因為他在球技中 我什麼都還沒有去想 感謝打棒球以來這麼多人 支持著我 support著我 關話 因為就算真的想我也不能跟你講 現在不會講 他幾乎都不會那麼早就講 但我不會忘記這些感謝 所有幫過我的人的心情 接下來也會全力的打好每一場球 蠻有趣的 就是他也到了這個時間了 而且是不是其實比想像中慢一點點 慢還好啦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他今年打第幾年 我也忘了 11年差不多 因為他是跟松本剛同一年 松本剛上轍 11年 那前面剛進來的時候 比較沒有在一軍 後面開始有在一軍的時候 幾乎就 你這樣扣一扣差不多就是兩年 幾乎差不多前兩年 比較沒有在累計一軍登陸數 一軍選手登陸的天數 後面就幾乎一直有了 所以你看11年 就滿9年的這個資格了 那因為之前聽眾朋友來信 會關心這個 那時候我們兩個回答就覺得不可能 因為目前完全秀不出來 想要走過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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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球團 每一個球團一集 那今年的第12集 最後一個就是日本火隊 我記得沒錯 是錄音的這天7月10號 他有PO上去 我就點來看了一下 他順便提一下 按想要看的人 可以看詳細一點的人 自己去點 但都日文 然後今年他覺得 日本火隊球團中 最該被交易的人 沒有 他覺得沒有 就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沒有 然後面因為聊了很多 他有講了很多 為什麼沒有 他覺得沒有 他說但是他有一個很在意的點 但是跟交易沒有關係 是跟FA有關係 他說就是進騰間接 因為進騰間接會拿到海外FA 那因為BBBOSS從上任的時候 他就說 今年我球隊就是不以優勝為目標 但是進騰在春訓的最後一天 結束春訓結束的時候 他受訪他有說 他想要拿冠軍 他想要拿優勝 李奇他說他比較在意這一點 因為他去年的時候 我記得也是去年 他錄過一個影片 就是他分析 大概有哪幾種類型的選手 會想要動用FA離開 就找回來點一下 但他這個影片裡面他有提到 第一個 比如說這個選手他想去 他想去的 有一個喜歡的球團他想去 或者是他想回老家的那個球團 這個其實 大家應該也蠻常看到 比如說九州人會想要回九州 對 關東的想要回關東 第二種類型會動用FA的就是 我想要多賺一點錢 我想要收入提高 所以他離開了 第三個就是沒有什麼 他就是想離開 因為他可能對現在這個球隊不滿 他就是不想要待在這個球隊 好像有一陣子那個 不是西伍 西伍 西伍 好像有一陣子因為什麼 什麼設備比較舊是不是 二軍設備 宿舍 好像來鬧鬼什麼我記得這樣 漏水什麼都有 他現在已經改善了 現在都蓋新的了 現在完全不行了 也不一定了 他現在問題還是在 他現在還是有問題 就是這個球隊的選手 他就是沒有想要再繼續待了 他就是想要走了 去哪一隊他都好 去別的哪一隊他都可以 他就沒有想要待在現在這個球隊 第四種類型就是像這個竟然 不是像李奇之也在擔心的 就比如這個選手他想要拿優勝 但他可能真的覺得這個 我現在帶來這個球隊 總是拿不到優勝 對好像總是拿不到 所以我想要去一個有爭冠實力的 有優勝實力的球隊 去圓我這個想要拿冠軍的這個夢 那李奇擔心的就是這個第四類 會不會竟然是這個類型的選手 是因為 因為Beatboss講我今年就沒有要冠軍 其實說當然明年不知道 或許一切很順利 明年日本火隊就變成一個 有爭冠能力的球隊 競爭力的隊伍 也不一定 但是以今年來講就不可能了 現在已經也輸了很多了 他唯一在意的就是這個 會不會因為 敬騰真的想要拿冠軍 但是今年日本火隊你就沒辦法了 所以他比如說我用FA離開 我明年換到一個 真的距離冠軍比較近的球隊 這樣 李奇唯一擔心的是這樣 可是今年 Boss講的就是今年不以優勝的目標 那你今年不管怎樣 應該 對啦 就是我講本來就是 競爭想要拿到優勝 就是很難的事 那不是都明年的事嗎 就算是2023 你也不敢保證 日本火隊距離冠軍有多近 所以他想去 他有沒有可能想去一個 他覺得真的比較 離冠軍比較近的球隊 你現在來講 大家心裡想 離冠軍近的就那幾支嗎 阮儀嗎 樂天嗎 養樂多嗎 對 目前來講 現在 你如果去這三個球隊 照理來講 離冠軍是真的比較近一點 其他的就比較難講 離析擔心的是這個 那如果你問我 我看完影片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不可能 當然我不知道球團 要留的意願有多高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一定想要留 因為你絕對沒有本錢 連兩年都出這種事情 你去年搞一個No 10的 對 離冠軍有三個走 三個就這樣 你把他們放走 今年如果你 打人的就不要說 打人的球技中就走了 我的意思是球技結束了 你這三個走 你No 10的三個 大家就已經很多球迷都 都抓到頭髮都掉了 也想不出來為什麼 對不對 那明年要去新球場 你如果禁騰間界 又FA離開了 我覺得大家能夠想像 你去新球場 也沒有什麼高興的氣氛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對啦 你的看板中的看板就這樣子 你正宗很有實力的 對不對 打線中很需要的這個選手 如果他真的FA 你留不住他走了 你明年去新球場 我覺得不會多高興 對 因為你少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對 那你也 我相信球團也不敢 沒有辦法忍受 連續兩年都這樣 但前面這一年 是自己要讓他們走的 所以他今年他再怎麼樣 他也不能讓靜騰走 我自己的解讀是這樣 他想要把牙留 雖然今年好像已經兩億五千萬了 因為有的日本媒體也會寫說 因為薪水很高 對不對 這個球隊就是這種 對於高興的選手 他可能想要 想要減少他的薪資壓力的話 他就直接把他放走 對不對 就用類似Northand的那種意思 我是覺得就 現在就只剩這一個兩億多 然後有啦 攻系也是 可是攻系正常來講 近年過後應該會被減蠻多的 對啊 應該講球團 反而是有他的算盤在打 你這個高興沒差 然後我就讓你這個高興 對 我覺得沒有辦法去接受 連兩年都有這些看板級的選手 要就離開了這樣 這樣真的去新球場 我覺得高興不起來 不會有多高興的感覺 對啊 阿凡大也不知道 到時候就知道了 球迷不高興 那個票就賣不好 對啊 你雖然球迷一定也不高興 去年已經七歲 回到聯胎四 那些都走了 到時候今年結束 敬騰也FA走了 哇你的球隊沒救了 你根本沒有想要留他們 要暴動了 也不講暴動 就球迷一定會不高興 對 就很不滿 秋通我覺得他還不會 咖啡連兩年都被人家這樣講 我這一次講 他被人家講沒面子 對不對 你蓋了新球場 可是你的選手這樣子 原本連球星都走光光了 對啊 你知道蓋什麼新球場 蓋新球場有什麼意義 沒有太大的意義 你裡面沒有幾個明星選手 因為正宗打擊比較強的 你也沒有要留 你也留不住 所以我是覺得想辦法都會留住 我的感覺是這樣 好再來下一個 跟羅德的三連戰 對三連戰 第三場 7月7號的比賽 田中英斗先發這個七早八早 7月1號把他支配下的時候 支配下的時候預告啦 對7月7號 情人節那一天你投 贏了 厲害 其實田中英斗6局被打4支安打 4個三陣 雖然有4個40球啦 被打一支全力打 可是想辦法就是 那基本上就不關啦 就是想辦法只是1分啦 雖然常常壘上都有人啊 或什麼樣的 可是就是盡量想辦法不失分 6局撐過了 77 而且6局才多 77球其實 沒有花很多球 然後後面階梯的 B羅投一局 1K沒失分 吳天俊也接替一局也沒有失分 吉田威星頭最後一局 第9局沒失分 最後7比1獲勝 打線也幫忙 剛剛講了幾個7 7月7號 7月7號7比1 77球 77球 對好多7 777 一對7 對今天終於7系男 7系男 好像有B-BOSS好像有類似 類似這樣的話 類似的話 這場球贏了 終於達到第30勝 好 今年12個球隊裡面 最慢達到30勝的球隊 最後一個 烏龜慢慢走 好不容易 慢慢走走到第30步了這樣 那比賽後B-BOSS回答 他說 蠻多機會都是我們都有抓住對方的左投手 抓住他的球打安打 比如說尤其清空姓太郎 連兩天都靠紅布浪 這一天瞄準了一個曲球 又打出右外野方向圈來打 但B-BOSS是說 我當然不確定他打曲球 把曲球打成圈來打 是他原本就設定好的 還是零機硬變這樣打出去 他當然不知道 但是他覺得總之這是好事 總之他覺得好事 有進步的感覺 其他的話 我看 他說因為之前常常都在提醒清宮 譬如說量好球之後 常常被他念 他覺得清宮量好球之後 他都變成想要去碰球而已 就是想要跟著那個球去 去把球碰到這樣而已 你就失去了你原來打擊的樣子 你變成去遷就那個球 就是你的長 你反而是你自己的擅長的部分沒了 對 你就捨棄了你那一部分 其實結果來講你也沒有比較好 常常也是球 你想要去碰那個球你也碰不到 還是被三陣 或是你也打不出什麼有阿達里的球 就算打到也是 譬如說鳥飛 鳥滾這種感覺而已 他說其實他一直在要求的就是 就算量好球之後 你的心裡面你也去想著 就算會空也沒有關係 你就抱著的 你都是想要再打這個打擊的 第一球的心情去打 那個好球來就要打 對就算揮空被三陣了 你也是要就是挺起胸膛回來 走回休息區 我都覺得這沒有關係 對你為了只是為了想要碰球 而去揮這個棒 他覺得這就不是 這沒有魅力啦 這不是你輕功性太陽的魅力 你的魅力就是要 每一球就是像初心 像打第一球一樣這種心情去打 這才是你揮棒的魅力 你打擊的魅力的地方 有一種就是好像說什麼 你失去了自己就什麼都沒有了 類似對類似跳 類似你就對啊 你迷失了自己 那你就這就不是你嗎 對不對 這不是我心中想要看到的樣子的你 但是他覺得有了 慢慢應該有慢慢再改進 慢慢再改進 另外我看還有他說 關於這場比賽 他說這場比賽是個好比賽 好比賽 打線很幫忙 スパラシ 他也很感慨 他說今天晚上是七夕的晚上 七人節的晚上出現的新英雄 意思就是剛好小提的田中英斗 他說感覺這一天對田中英斗來講 好像存在的什麼緣分在裡面的一樣 甚至你也可以解釋 比如他覺得田中英斗好像 就像以前那種 再騰又說那種 好像有著什麼運 那種意思 好像有這個人好像有點什麼運 有點厲害 那種意思運氣不錯 然後Beebos覺得接下來田中英斗 有機會會越表現越好 讓人家那種 哇怎麼這麼厲害 這麼會表現 因為Beebos的感覺 他覺得田中英斗 有一點點那種 明星球員的特質 因為你其實真的說成績 我記得我看到一個日本媒體整理的 他在二軍通算2勝22敗 在二軍輸到頭頭頭 成績就還好 這樣而已 對 可是你想還沒想到 他升了一軍 第一次先發 就是他有辦法這樣子六局 然後只是1分 雖然中間都被上了 或常被上了什麼 可是他就是 他在日本就講nebari 投手的nebari 就是我想辦法跟打者纏鬥 我想辦法10分 把10分壓到最低 你看你沒想到 這個投手居然撐過來 一般以前很多這種 比較沒經驗的菜鳥的投手 第一次先發登板的這種 很可能就心裡那一關就過不去 心裡抗壓抗壓不住 就鬼就蹦倒了這樣 因為其實居然聽到一種 好像跟這些人稍微不一樣 他好像有點特別的東西在身體裡 就是也是會有不穩的時候 但就是可以過得了 對他就是過得了觀念 慢慢的過 因為我有看一下 這場我先承認我沒有看 但我有看還來 就有一種 他跟我那時候看到的 有一點不一樣的 對啊就是怎麼講 尤其是去前年他開刀之前 有時候二軍也會上場 滿場的對啊 就一直輸 有一年就一直輸 你就看到他一直輸 或是一直被打這樣子 還好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他在二軍 不好也是會有 因為他不好一定會被剪出來 因為你丟分 我是沒在看二軍人的highlight 反正我覺得他在二軍其實就還好啦 也不到很差 但是也沒有到很好 有那種感覺 我看到他 我都想起當年選秀那一天 那是哪一年 2011幾年 他跟清光新那樣同一年 2018 2017 17 17的底 17 反正每年選秀的那天晚上 TBS電視台都有一個 感謝媽媽的節目 我到現在看到 我還在想那個故事 因為他那故事真的蠻特別的 你知道嗎 對 因為他也都是從小就接觸棒球 他爸爸也很贊成他接觸棒球 他爸爸本來在一個 滿大家的建設公司上班 但是為了挺田中英斗這個兒子打棒球 為了想要陪他練習 想要給他什麼什麼最豐富的資源 或什麼的這樣 持去那個建設 大建設公司的工作 回到了一個離他家比較近的 一個比較小家的建設公司 然後比較可以準時下班 晚上就可以陪兒子練棒球 這樣說 然後這樣子一弄了之後 總之跟太太的關於小朋友 兒子的這個教育裡面 好像不太想法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太太沒有辦法接受 你去氣一下 為了要陪小孩子練球 你持續那個 當然上班路程比較遠 但是至少是一個穩定的 好像薪水是直接減半的程度 減半差很多就對了 好像就是一半 反正就是為了要陪兒子練球 大公司不呆了 薪水減一半了 只是為了要晚上陪兒子練球 反正就是教育理念不同 結果後來分居 就是媽媽跟爸爸分居了 分開住了 不一起住了這樣 那一天其實幾年前的那個晚上 因為你有電視節目要播 要播這個故事 所以其實有爸爸媽媽都要找來 就是好像很久沒見的樣子 我記得那時候 蠻久 好像是說 對 那一天當然就入選了 因為第一集第三指名 就是日本歐隊 哇就恭喜 因為他就會有點現場連線 哇這邊知道 日本歐隊選了田中英走了 就馬上live連線到 他們的田中英走 跟他爸跟他媽坐在那邊的現場 這樣連過去 哇本來應該是很高興啊 什麼什麼這樣 但爸爸算高興 可是媽媽從頭到尾臉還是臭 媽媽從頭到尾臉還是很 就是當年那個結還沒有 心結還沒有打開 當年我們對於 我記得好像是複雜的表情吧 對就是很複雜 就也沒有笑啊 對於兒子真的成為職棒選手 他媽媽也沒有開心的感覺 對複雜的表情 可是那個複雜 我的解讀就是心結沒解開 他還是很不爽 當年那種事情 對啊 對啊 雖然爸爸心裡應該是高興 那我今天那時候好像 那個記者主持人吧 也有問就是類似接下來的東西 其實媽媽也很難回答 應該到現在其實都沒有解開 我覺得都沒有解開 媽媽好像是回答這樣 就是說她也覺得說她在 其實家裡蠻重要的時候 就是比較辛苦的時候 因為她爸爸 那個嘛 太瘋狂了 太瘋狂 瘋狂老爸 然後就是受不了 然後分居嘛 她覺得這樣有點對兒子不太好意思 可是她也沒有 我記得那天晚上的氛圍就是 她也沒有說接下來她會好好彌補 或什麼都沒有 對 她也沒講 但她是說 她只是說過去的那時間 不好意思 對 然後是說你可以實現夢想去做想做的工作 那不要受傷 然後不要擔心我們 你就朝你的夢想努力 你繼續走就對了 應該講媽媽跟爸爸 媽媽也沒有想要跟爸爸重修救好那種感覺 我說說不太可憐 我覺得 就是當年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真的氣到瘋掉了 對啊 我也沒有要再原諒你的那種味道 我現在看到點鐘一頭 我就想要那個故事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她講的時候 她在選擇她就講說 當然她有兩個夢想 一個是成為職業選手 另外就是希望她的家人可以幸福 我覺得那時候有看 然後覺得好複雜 就是複雜 對 就複雜 就是 搞不好看到媽媽的感覺 應該是不會三個人 我想應該就是也是維持現在這樣 就維持現狀 對啊 就不會說好像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 對不可能 應該對就不可能 就那種感覺就不可能了這樣 好再來下一個換一個卡朵 7月8號來去佩佩洞 來去福岡 第一場比賽延長到第10局4比2 贏2分 靠著這個石井一城2分蛋 有點驚訝的2分蛋 本來就是2比2 2比2會不會就輸了這樣 還好沒有 這個石井一城這支拳壘打 第4號拳壘打今年球季 而且很妙 他四支拳壘打當中有三支是打軟贏的投手 怎麼會打軟贏的 變成好像英之殺手那種感覺 你遇到他一個笑笑一個小心 他會給你靠一把拳打 好那先發的上者指直7又1分之1局 7安打10K 兩個40球失2分 重點是投了133球 大家本來以為可能7局投完就可能要休息了 沒有第8局還是上來 他當然出了一點狀況 解決一個打者出了一點狀況 逼迫就換了 然後就換福田俊1分之1局沒10分 玉琳大翔再來救 也1分之1局沒10分 後面就庫瑞輝1局沒10分 最後石川直野救援成功這樣 把這個比賽收下來 當然這場比賽有一個可以提的就是 宮田徽星 他終於打出了職業生涯的第一支安打 而且在他的老家九州 在九州的土地上打安打 其他還有剛提到上折 因為大家一定都會有疑問 這BPOS怎麼會毛起來不換球就對了 讓他投了130球量 對 超過130 原因是本來7局結束的時候 回到休息區 然後BPOS剛好看過去上折這一邊 上折其實就一直在透露訊息 我可以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這樣 不要晃我 我還可以投 我還可以投 所以BPOS說好 報紙的這種企圖心情很重要 OK 第8局還是讓你投 當然一有狀況就換了 所以這其實你硬要說 其實就是上折之志志願 他想要再繼續投第8局 當然上折自己覺得說 我想要這樣子 然後 可是第8局其實沒有算守下來對不對 有一點點好像讓隊友覺得 我失去了他們的信賴那種感覺 他覺得很抱歉 其實 球團或是隊友 監督或是隊友 我覺得應該都不會這樣想 他自己比較客氣的話 他都要自己的要求 或許 但因為其實用球數本來就比較多了 那時候就已經可能都破120都有了 然後第8局要繼續投 最後用了133這樣 但日本媒體的解讀 這就是一個王牌偷手的覺悟 他覺得這一場球 他有這個義務要繼續守住 這也跟他的一開始 今年的目標有點像吧 對 盡量多投一點局數 對 幫助球隊 那VBOSS賽後被訪問他 他說 你說這場球什麼好 他說比如說提到 這個世晶一城的這一球 他說他打紅布浪之前的 那個街外球 他覺得真的很好 那個街外球 我記得是直球 然後世晶一城會一個插棒 街外球這樣 他說 就是因為有前面那個直球 他打了插棒 後面這一個再來的時候 他的timing就有辦法跟得到 抓到了 對 就被他抓到了這樣 他說其他的選手的話 他希望大家也可以慢慢有這種 這種揮棒的能力 他說其實你平常練習 幾乎 那個集球員都是差不多的 對不對 對啊 打那種球誰都會 因為練習的東西誰都會 但是如果可以像 大家可以慢慢像十幾一城這樣 前面那一球跟直球 雖然打了插棒 但是你下一球 對方投手換了一個球路 對你還是有辦法抓得到 然後甚至打拳壘打 他覺得 世晶一城這天表現得很好 也希望其他選手可以慢慢 學到這樣的技能 另外還有一次提到 剛剛前面提的上者的 關於上者第八局志願 繼續投 BBOX回來就像我剛剛講 他說對 因為我看過去 他那邊看過來 他就一直在告訴我 我可以 我還可以這樣 好 那你覺得你可以 我就讓你投 他說重點就是這個心情 這個心情很重要 對不對 就算被追平 我也覺得你這個企圖心氣勢 是構格當一個 就是我們球隊的王牌那種感覺 他說比如說下一次 甚至在下一次 到時候上者再出來 他可以投個 譬如說日本的記錄 他單場投球數最多 譬如說大概一百億五十五球 這樣 抱持著這個心情 上者覺得再下一次先發 他也希望上者抱持著這種心情 去先發就對了 他覺得今天這個先發 是很有價值的一次先發 很帥很有價值 雖然勝投不是記在你頭上 但是他覺得很好 有一個王牌投手的樣子的這樣 我剛才去查 日本記錄一場球一百五十五嗎 怎麼夠 怎麼夠 我記得兩百零九 對齁 而且那個是 好我有貼上來看 沒有進光機 那個騰浪不就有超過這個數字嗎 騰浪好像有超過 對騰浪一六級了 被那個金盆監督的時候 是不是 對啊 我去查 碗頭九局碗頭 兩百零九球最多 然後這個投手也很巧 FITAS的前輩 穆田勇 這投手以前也是日本貨隊 但是在1983年的是很久以前了 總之就是 第一個前面靠著上者 後面靠著實景一城 這個靈活的打擊應變能力 靠出一支全雷達 好再來下一個新聞 這個有點來的突然 因為其實從上禮拜開始 結果我發現 這個怎麼 阿盧坎塔拉都沒出來 對齁 尤其到了周周馬林跟羅德比賽的時候 怎麼都沒出來 結果9號的時候 7月9號的時候 球團宣布 他右腳蜂窩性組織炎 被診斷出來 那原因的其實是6號的那一天 比賽之後 阿盧坎塔拉 他其實右腳的小拇指到腳背 從小拇指到腳背 大概這一個區域 就腫起來了 而且會痛 然後他就去跟防護員報告 因為再來就要 7號還是在周周馬林 田中英斗那一場 但是因為8號要去福岡跟阮英達 所以那時候球團就決定 好那你就先回去招謊去檢查 所以他就先回去招謊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 就剛講的豐厚性組織炎 接下來要在醫院住一個禮拜 先住一個禮拜觀察治療 我覺得就是小傷口沒有自己沒處理好 我覺得他自己沒有顧好 因為大陸的豐厚性組織大概都是這樣 對啦大概都是這樣 然後加上身體疲勞什麼 弄一弄就出來了 對啊 只是有 我覺得有房屋員顧著應該還好 這個不是太嚴重的病痛 只是你得花時間去等他這些地方消毒 而且你最怕的就是更惡化 你如果再不顧好 那個截肢的可能就會出來 但你在醫院的也不太可能了 對啊就會把你顧好好的這樣 好再來到了7月9號的比賽 跟這個阮英的第二戰7比2 贏了5分 先發是伊藤大海拿下第7勝 他這場比賽三個選手尻拳全力打 怒內茨的第4號2分蛋 輕功又靠了1支全力打 第11號羊存蛋 這就厲害了 目前11支全力打裡面全部都是羊存蛋 等一下可以來聊一下 然後野村又西的第6號全力打 2分蛋 今年對這個軟贏 日本火隊已經尻了18支全力打 好會打 對軟贏特別會打 我記得對其他球團都還是 都還沒到10支 唯獨對軟贏已經打18支 打了18支 軟贏的監督其實受訪的時候也有講 他說這樣子不行 被尻夾的不行 這樣不行 你說坦本 對坦本我記得被反問他有講 說真的被打太多了 這個想辦法要改善一下 太容易 就是被日本火隊打全力打 對其他球團都還OK 就是單獨對到日本火隊 怎麼會被打這麼多全力打 然後這個要想辦法改善 好那伊藤投了8局伊藤大 5安打8個三陣 2個保送 然後撕2分 自成分1分 然後我覺得他也對他們很會脖 他也投了135球 然後面因為比分有拉開 所以讓B羅上去 他1局1K50分 先來聊好了 照這個我自己準備的好了 松本剛打擊這邊先來聊一下 松本剛猛了4之4 打擊率跳上去 又跳到3x6 本來大概3x48 他今年幾次猛打賞 幾次猛打賞 好像第10次猛打賞 我看紀錄是這樣 今年球技已經第10次的猛打賞 而且這一次是4安打 4安打好像第2次還是第3次了 然後這一場球 他達成了聯盟最快 單季100安 然後這一場4之4 所以直接跳到101安 他第一個打者 第一個打者 本季第一個打者 才打到第100隻安打的 現在大家可以理解 他之前為什麼有上還是想打的 我覺得就是 他自己一直知道 他不是全能打型的 他今年有 就像自己講 他有很多安打都是 就是剛好落點很好 落點很好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抓到那個訣竅了 我揮棒大概什麼揮 什麼角度 那個球很容易就會落在 你說德州地帶 野手接不到的地方 對 就剛好會落在外野手前 內野手後 我覺得他現在有抓到一個竅門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安打會一隻 如果他那天手手感順了 哇就量產 怎麼打都安打 打右邊也可以 拉一球也可以這樣拉左邊他也OK 其一大的話 野村尤其就是那一隻全能打兩分打點 輕功這一場三打數兩岸打 包括一隻全能打 還有一隻二雷安打 我還選了兩個保送 7月開始好像輕功也開始在 就是熱起來了 好像你要或者開演了 對 怒雷池就是那一隻全能打這樣 好那回頭來講Ethan Dye Ethan Dye在列腺八頭的八局 最後贏第七勝 然後他這場比賽有一個最特別的事情 是大家從職棒以來還沒有 在正式比賽中 一直沒有投的紫插球 在這場比賽解禁了 這場比賽開始用紫插球了 他說當然有一點 對配球來講就是 從過去到現在稍微不同的配球方法 也多了一個紫插球在中間運用這樣 他說當然這個紫插球 還有精進的空間 雖然還不到那種 像千賀那種鬼的紫插那種程度 可是他希望可以再慢慢加油 慢慢琢磨 把自己的紫插球投的更好 另外我看B-Post賽後回答 起來先被問了輕功 賽後談話 先被問了輕功的紅布朗 他就說 SGOY 很好 厲害 厲害 因為這球有點偏低 又是良好球 良好球之後投了一個比較偏低的球 輕功就這樣 哇巨蛋球還是這樣飛出去 巨蛋也飛出拳野打牆 而且大家知道配配巨蛋是 前面有一段是稍微拉進來的 比較近一點點 對不對 他也不是只過那個 他還是真的飛上去 原來的拳野打牆上 很遠 對原來的距離他還是飛上去了 B-Post是說 這個才是他的樣子 對 雖然有嚇到 看到這個球 你有辦法把他打上去 那個觀眾席上 有嚇到 但是這個才是你的樣子 你這個 嗆死這個機會 有辦法打拳野打 表示你就是有這個能力 對不對 他說說實在的 從到現在為止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我看過的日本打者當中的拳野打裡面 是最會的 你是打得最好的 這句話 是稱讚了 真的稱讚了 稱讚了 這次是偶漏 勤攻 辛泰郎 對 你要講B-Post 看從以前到現在 看過的日本打者的拳野打裡面 你的拳野打是最棒的 這也不少人好不好 也很多人了吧 對 雖然扣掉那一些 他在大聯盟看到那些洋將好了 從他的先逸時期到現在的日本人打者 很多那種厲害的 很多怪物打者 怪物打者很多 對啊 可是B-Post 從他嘴巴裡面講出這一句 這是我看過的日本打者裡面 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拳野打 拳野打最好的 打拳野打最好的 當然還有講到前面 這個也有提到了 以前量好球 球速落後的時候 心裡面就想著要去碰而已 他覺得真的開始改了 有改 但是還沒有完全改過來 還沒有完全改過來 他覺得開始意識上來講有改變了 你開始會有一點懂 我要求你的是什麼了 但還沒有完全改過來 起步而已 還有在加油的空間 至少你心裡慢慢可以去體會 我以前跟你講的這些東西 就是你還是要抱著你揮第一顆球的心情 去揮這些量好球以後的每一個球 對不對 就算你覺得壞球不揮 好最後是保送 或者是你揮了沒揮到被三陣 真的真的都OK 有很多地方 其他地方就像十幾層那支拳來一樣 你在這個打席當中 前面也有幾顆球是打插棒界外 對不對 還有揮棒露空對不對 但是這些東西都變成 你在對付投手的時候 你怎麼去抓的這個擊球時機擊球點 PBoss其實我覺得他想要講的就是 你一個打席有三個好球的機會 對不對 對 你就算前面一個是插棒 一個是揮空 兩好球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去累積這個經驗 對不對 你去做判斷 接下來的球來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迎合這個球的timing 然後去做好原本揮棒的樣子 然後把球打出去 對你只要打到了 你這個球飛出去的機會就高 對只要阿達里被你咬到了 但是就是揮棒露空了 沒關係 對不對沒有關係 Beeple只想要看 就接下來繼續 對就當做學習 下一次再繼續 因為我覺得蠻好玩的是 其實在打擊這邊 其實Beeple是希望他單純一點 對 明確一點的感覺 但在其他棒球分 希望他可以多學一點 我覺得可以換個角度 怎麼講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說 輕功在應該要多注意點的地方 他反而有時候慢半拍 結果在他自己 其實應該是最有賣點的地方 就是打擊的部分 好像反而會 你看兩好球之後會想要碰球 他不想要被三陣 被三陣 可是你結局還是會被三陣 我剛剛講 換個角度講 就是你站在打擊區的時候 你要用你的頭腦 對不對 你要用你的頭腦 最前提最前提是 你不要失去你原來的樣子 就是你要 你的頭腦應該是用在 你怎樣去活用你的武器 不是丟掉你的武器 想辦法不要被打死 那種感覺 對 但是你最後還是會死 因為你把你原來的武器丟掉了 大概類似那個意思 對啊 你不要去鑽牛腳尖 想一些有的沒的 你就單純 堂堂正正用你的武器 想辦法贏 沒有打掉就下一次 對你的頭腦不是要拿來尊牛腳尖的 對啊 你的頭腦應該要拿來 我剛打了一個插棒 會幫落空了一個直球 這個timing 我再來的時候我要怎麼跟 你去想這些東西比較實在 你不要去想說 我再來我不會要被三陣了 量好球了 不行不行 要碰要碰 慢慢慢慢又把戰局扳回來 然後逆轉 甚至拉開比分路線 然後他說先發投手投了135球 最棒的比賽 其實這個槍我忘了PO上來 伊藤大海其實也是自願投第八局 他也是不想被換下去 我記得BPOSE 兩個王牌都是這樣 然後BPOSE我記得他有說他很高興 對不對 這個伊藤大海兩球獲勝 然後135比133 伊藤大海兩球獲勝 他很樂見這兩個投手可以這樣子 類似互相在競爭 也為了球隊就是 我還可以再投一局 我就再投一局 因為我如果再投一局 比如第八局也完成了 後面的中益投手只要負擔一局就好了 為了球隊的勝利 他們都願意稍微 稍微 你說犧牲 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是犧牲 只是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的球員會覺得 我這兩個投手怎麼 這兩天都投那麼多球 一個133 一個135 那你從接下來的賽程去看 因為下禮拜比賽比較鬆 因為只有一個禮拜只有四場 禮拜三禮拜四 禮拜六禮拜日 其實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禮拜六禮拜日 到再下一個禮拜一 7月18號的時候 7月18禮拜一是海之日 日本的國庭假日 所以其實那個三連戰 原本三連戰都是五六日 對不對 因為有海之日的關係 日本會的賽程變成 六日一 你再連到再下一個禮拜 7月19號那一週開始 其實日本會是六日一二三四 連續六天都要比賽 其實算比較超 那你唯一一個可以看到的就是 原本上的是禮拜五 日本大概是禮拜六 正常來講 下一週兩個人都會延後一天先發 因為那次的下個禮拜 這個三連戰是禮拜六才開始 你唯一可以知道 看得到的就是 兩個人應該都會比 這個禮拜晚一天先發 就是一個變禮拜五 禮拜五變禮拜六 一個禮拜六變禮拜天 所以或許也有考量這一點就是好 那這一次多投一點點OK 剛好他們兩個人也有這個意願 唯一可以稍微解讀的就是這樣 其實猛一看好像 下一週只有四場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爽 一年要再連到7月18那一週 一連又連六天 連六天之後休一天 然後六日再打兩場 好像更羅德 再來就放假 再來就要明信賽 所以7月18禮拜一那一期的那一週 算比較超 七天要打六場 我覺得主要是這樣 好再來 這個7月10號第三站 前面已經贏兩場了 居然在佩佩巨蛋 在這個殷之祭典前面兩場都贏 第三個第三站 7月10號派出這個池田榮茵 對要對到這個石川中泰 這個賽前日本媒體 就已經先把他們的過去挖出來了 他們兩個過去創架大學 對但是因為學長學弟 池川中泰好像四年級的時候 池田榮茵是一年級這樣 一年級的新人 但是他們兩個人同房間 同房間同一個寢室的 所以池田榮茵回想 他說因為那個時候我一年級 學長四年級 那個感覺就像奴隸與神一樣的感覺 四年級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神的 你是這個球隊的那要怎麼講 大神敗的這樣 四年級最高學年的 我才剛進來一年級的 又同寢室 可能大家都被學長叫做中做西 我猜 保持房間整間 就像蘿莉自己講的這樣 那比賽2比0 日本火腿又贏了 池田榮茵一一勝 今年球季第一勝 六局被打三安打 三個三振50分 用了87球 後面他也繼續用了 不少中距投手 比如磁田郡 福田 福田郡 然後玉京大祥 十川之夜 然後Rododriguez 後面還有庫瑞輝 我忘了PO上來後面還有庫瑞 Rododriguez那個Case蠻特別的 他解決的第一個打者 第二個打者被打安打 VPOSE就換人了 VPOSE就走上來換庫瑞輝 雷上有人了 不行了換換 拜拜 下來下來 故意 反正我還在那一頭 對不對 你有辦法你就三上三架 接下來沒事 我們都沒事 都不要上 雷上都沒人 就解決這一局 我們就下一個 雷上也有人 好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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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那個比分又比較接近的話 換換換換 我後面還有投手準備好 那這一場比賽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九局下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滿雷 還是二三六的人 然後軟銀派代打 松田宣號 這個要糟糕 這個被樂男打一次安打 可能就最平就2比2了這樣 然後突然投了出去 樂男一拉三游方向強勁滾地球 看到Amigo突然趴下去 撲下去 撲下去接到球之後 馬上站起來傳一雷奧 散出局比賽結束 我們真的贏了 Amigo Amigo贏了樂男 帥 守住這一球 而且你想會沒想到居然三連勝 在英姿祭典三場都贏 然後日本媒體就開始統計了 哇這日本媒體今年第二次三連勝卵贏 今年球季第二次球隊打四連勝 然後在客場 所以不是在打卵贏的時候 對在客場第一次 客場作戰三連戰三連勝 今年球季以來 日本媒體第一次在客場三連戰三場都贏 逼個BOSS的政權第一次 第一次在做客三場都贏 反正人家 你不是講掃地 去做客就不像不能講掃地主 就是踢管成功 三場都贏 然後對戰卵贏 我記得好像變九勝八百 好會打 很奇怪的一個爭棋現象就對了 為什麼爭棋 因為卵贏現在是第一名 日本媒體第六名 第六名居然勝場數 對第一名是勝場多的 但是對其他二到五名通通都是敗比較多 輸都輸了 輸到-20塊 但是居然對第一名會勝多於敗這樣 也是爭棋現象 這次上的比賽還有板口勒 因為要補阿魯康達達下去二軍了 拉板口勒上來 打第九棒DH 在第七局的時候第三個打席 從石川仲太手上打了一個 中間方向的滾地安打 阿魯康達就看他逼迫是馬上衝出去了 在那邊找手 求求求 跟他敬禮 跟外野手敬禮 求來求還我 還過來 我們的紀念球要回收 然後這場比賽還有青宮星太郎 就像前面講的七月開始突然 不是大家以前看的青宮星太郎的感覺 他連續五場比賽通通都有打點 連五場比賽都有打點 這場比賽也是很關鍵的 第二分打點 第一分近藤先打回來 後面他就接在近藤後面 再靠一個按打 就又打回來這樣 那BBOX賽後談話 他說 哇 這個很有趣 很有趣 尤其最後那一球 有沒有穿過去 完全差很多 他說 松田宣號選手出來代打的時候 感受到整個球場融為一體這樣 他說他喜歡這個氛圍 雖然是作格 他喜歡那個感覺 就是這個很關鍵 大家都期待的選手上來代打 哇 整個全場的球迷這樣 這樣就是一心的期待 這個松田宣號打安打這樣 那以結果來講 我們的股內E-Play 好Play 精彩的防守 讓這個比賽結束了 讓大家看到精彩的防守 把比賽結束了這樣 然後我也很自然的做了一個勝利手勢 YOSHHA 我也很自然的爽 爽這樣對 然後對於 對第一名的球團 三場都成功 踢館成功 他說這個完全沒有什麼 他完全沒有什麼 好當然對阮營來講應該很痛 因為對我們 廢話 對我們 這種第六名的球隊三年半 對他們來講當然比較傷 可是對我們來講還好 沒什麼 好 然後他覺得我們自己的選手 日本火球的選手 沒有錯 每一個人都在改變當中 好你說怎麼說 他說眼神 還有一直要勇往直前的心情 他覺得這三場比賽 每一個人都表現出來這種感覺 但你心情上 你的企圖心上開始有這樣的改變了 當然就連結到結果 三連身 people是賽後是這樣 我覺得繼續在稱讚或鼓勵這一群選手 因為就像前面提到李奇志爺 他說今年他覺得整個球隊沒有人 就是離開會覺得比較好 去新東加可能比較有出場機會什麼 所以他今年對日本火球隊他說沒有 沒有選手 沒有的原因就類似這樣 李奇志爺真的覺得對每一個人都是機會 在今年在這個球隊裡面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以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覺得有任何選手離開日本火球隊出去 會比留在這裡的機會還要多 你這怎麼比留在這個球隊的機會還要多 這邊就是滿滿的機會 他說大概除了近人之外 其他每一個人都有機會 近人就是已經固定在那邊了 他幾乎不太需要搶 但是其他每個人都是在想辦法 可以搶這個機會 搶上場的機會搶先發的機會 他說如果以一個新人 就是今年要選秀的新人 要來加入職棒的新人 那個李奇說如果他自己試的話 他也最想要來日本火腿 他覺得現在來日本火腿的選手 就是滿滿的機會在這裡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努力 新人可能都有機會 然後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又來了 前面已經發現 發生特別的現象 就是第6名的球隊 居然對戰成績跟第1名 居然還贏得比較多 但是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這個比剛講這個更奇特 這個他 我可能看日本職棒這麼多年來 可能還沒有看過 我不確定 但有時候我沒有很care這個 可是這個太誇張了 真奇現象 太平洋聯盟現在只有一個打者超過三層 就是松本剛 就是松本剛 而且是三層60 到7月10號的比賽結束 很高的三層 那打擊棒棒第二名的金空劍泰 金空劍泰其實本來也有三層多 本來也是排第二名在三層四級五級這樣 然後可是慢慢 在7月10號的比賽結束後 那個金空劍泰已經掉到兩層九九 剛好不到三層 打擊棒棒第二名 松本剛還在 三層六零 對 打擊棒棒就是這麼奇特 第一名三層六零 第二名兩層九 中間都沒有人 差六十 中間都沒人 只有一個三層打者現在要求我 這是什麼情況 而且高得很誇張的三層 太奇特的現象 是頭高打低 這沒問題 野村也在前五名 他也就掛在第五名 兩層八 就是你 我覺得就是解祖城 所有打者其實真的今年都很辛苦 頭高打低 但有一個人不一樣 大家的成績其實都是慢慢往下掉 所以才掉到怎麼都沒人三層了 可是現在還有一個人在三層以上 他幾乎沒什麼掉 掉一咪咪 還在三層六零 就是松本剛 這太奇特的現象了 這跟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不知道能維持多久 還是最後會變成不知道 還是會有打者又跑回來三層 不知道 可是在7月10號 比賽結束的時間點太神奇了 三層六零再來就兩層九九 感覺那種三層一零 三層零幾也不難 可是都真的沒半人這樣 好 以上就是新聞的部分 接下來 好 這個禮拜的Be Boss Time 其實說穿了 他這次比較 應該講上個禮拜 他其實比較乖寶寶 比較沒有講什麼 或者是搞一些什麼 其實素材有點少 有點少 但是有一個 大概有兩三個 所以我就盡量找進來 有發現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 就跟稍微跟選秀有關的 他在7月4號的時候被日本媒體訪問 他居然講了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他說今年的選秀會議上面 選秀會上 因為選秀會選的話 其實就是為了明年 對不對 等於他就任監督第二年的球隊的未來 要做一些比如說戰力的補強或什麼 對 他說他想要選一些有速度的選手 那怎麼辦呢 有速度的選手 所以他說他已經其實都跟道業劇院 跟這個吉村浩 捧瓜本部長 討論很久了 他想要請他們到時候在選秀會上的時候 選一些田徑選手 短跑選手進來 蛤 他這樣講 他就對著媒體這樣講 他稍微解釋他說日本媒體有講 就是因為從過去以來 B-BOSS有一些他的想法得分的 關於攻城略地在球比賽中 這些得分的方法 比如說他不要靠任何一支安打 他也想要得一分的這種棒球 B-BOSS心裡就覺得田徑短跑的選手 應該講他們速度本來就有 對不對 但是他們缺的是棒球的經驗 那他B-BOSS覺得說這些東西可以來了之後 再來學打棒球 但是B-BOSS想的是倒過來 我去找會打棒球的選手 可是他們腳都不夠快 但是正常來講 是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們腳變快的 你會打棒球沒有錯 我把你選進來的 但是我要想辦法幫你把速度練很快 變成快咖變成腿哥 沒辦法 我自己比喻的 山川水高 對不對 中村崗野 對不對 他們就真的不會快咖就不會快咖 對不對 他們在怎麼練 他們速度就是那樣 在他們的野球裡面 基本上就不太會有什麼速度壓迫 手背這種事情發生 對不對 因為他們腳就是比較不會快 再怎麼練也快不起來 快不到哪裡去 他這樣講好像也是 所以B-BOSS想要倒過來 我先去找這些快咖 練短跑的 他們擺輸就快 然後來了之後 我再來教他們打棒球 再來訓練打棒球 然後讓他們的腳程 變成在職棒戰場上生存的這些東西 不是已經有現成的 在別隊 好像大部分都在別 因為他的例子其實很尷尬 當然他有講一些 比如說日本媒體整理的 現在比如球隊倒壘數是49 在新聞出來的這一天 然後聯盟排第三 然後比如說 又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說雙倒壘 或者跑者在三壘的時候 他會用怪招什麼這樣 然後對於明年 他想要再進化這些戰術的話 他說當然 如果一到九棒都是村上東榮這一種的 看起來是很強 但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來排一個 一到九棒通通都是50公尺跑5秒左右的 這種球隊的話 難道不會很有趣嗎 你說這些快咖排成一到九棒 對於對方的手備戰友來講 一定 起莫及瓦路易 還有加緩 好煩 或什麼每一棒都這麼快 比如說你像軟銀 這樣的確野手處理上面 特別內野手處理上面 應該會有些壓力 就一到九棒每個都這樣 對你就把它想像成比如說 三森 軟銀的三森加周東加羅德的高步 對不對 這些通通把他們圍在同一隊 三森是真的跑很快的 對啊就這些快咖 你通通把他搞成同一隊一樣 然後排一到九棒 那真的很麻煩 對對方所要講 他想要有跑過短跑的 那去把那個核田康市長找過來不就好 那人家不會放啊 核田康市長在羅德 可能是專門在帶跑 那一天才把你的羅德里格斯搞垮 對啊 這羅德的主要戰術之一 羅德今年也是跑得瞎瞎叫好對不對 跑得人家不要不要的 對啊 所以他得自己想對不對 他想要原道水果來 動這個田徑短跑選手的念頭 那日本媒體也有舉例 他說其實在日本職棒的歷史上有啦 1969年 就是現在的這個羅德隊 以前是東京什麼隊我忘了 吉祥問那是什麼 他那時候指名在選修會上指名過一個 這個田徑短跑百公尺的 以前的日本紀錄跑制者 叫做這個泛島秀雄 在第九指名的時候指名他 甚至這個泛島秀雄在1964年的東京奧運 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 都代表日本去參加過的 第九指名他 指名他出來 來了之後 他完全沒有去守備跟打擊過 這只是代跑 對他職棒生涯三年間都在代跑 總共到了23次 他三年間跑了23次到 得了46分 他說其實過去日本上是有這樣的例子過的 就真的打職棒三年都在跑 他也沒有守備過 他也沒有站在打擊區過的 那日本火腿這次有這樣子 比如B-Boss有這樣子的念頭 對不對 日本又整理了 當然你們現在 那個隊上已經有一個50番量態了 他國中的時候也是田徑短跑選手 甚至贏過Sani Brown 那你如果不要算Sani Brown 現在在日本短跑界這些檯面上的人 比如說三線亮泰 同森祥秀 Cambridge飛鳥 劍橋飛鳥 這些現在日本田徑界這些叫得出名號的短跑選手 白公尺的選手裡面 最後會不會真的有誰穿上了日本火腿的球衣 這樣 然後我看了這個新聞 當然我是覺得太誇張了 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他就是講一講了 其實 但我覺得重點應該就是他想要可以跑的 這是真的 對啊你看 因為那天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還很無聊的 已經躺在床上了你知道 睡不著 腦汁都被影響到 B-Boss是討厭鬼 我想說你與其這樣子 其實應該是倒過來 不是講倒過來 就是你換一個方向 你請這些球胎們去洗每一個人的資料 有哪一些是跟何田康四郎一樣的 以前 比如郭忠 比如說 我覺得其實像那個誰啊 吳士帆不就這樣嗎 吳士帆也是類似這樣的 對 對就是郭忠小學跑過短跑的 對 很厲害的 對 啊高中現在正在打棒球的 對或是說 高高中應該不太可能 因為高中練習量有點大 所以說應該沒辦法兩個都有 那就是你過去曾有 國中有那個底子的 對 你曾有短跑經驗的 對 然後現在高中剛好在打棒球的 嗯 然後速度當然不能太慢 你速度還在的 這些選手稍微把他們調查出來 看有沒有機會在選秀會指明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實際吧 你要三線亮泰同聲翔秀 CAMBRIDGE ASCAR 他們怎麼可能來打直棒 他不會來的 他不會來吧 對啊 他不會來打直棒的吧 對啊 我是這樣覺得 然後後來又想到一個 因為2019年的時候 那一年年底了吧 有甚至 那時候有跑出來一個新聞過 說日本火腿想要 這個這個推薦 一個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短跑選手 他是十項圈能的那種 他是十項圈能的那種選手 叫做右帶起右 我覺得可是那時候這個選手 已經好像30出頭歲有了吧 我記得那個時候了 那原因是因為曾經有一次開球 日本火腿請這個右帶選手來開球 結果他一開 開了130幾的直球 你知道嗎 要虛 因為他十項圈能的 那個牽球練球 那個都 鐵餅那個都在 他本來就會練習的項目 那臂力其實不錯 他就這樣吹 哇賽 130幾 都不會打棒球 這樣隨便吹130幾 對 所以那時候本來有一些新聞跑出來說 到時候會想要 請他來參加 到時候球團的路團測試 如果測試會 成績要什麼OK的話 就會推薦上選修會 到時候就可能在選修會裡面 指明你這樣 可是這個新聞 那時候出來之後 後來也沒下文 你知道嗎 就也沒有講他到底右帶齊右 有沒有去參加這個路團測試 或者是 如果右帶齊右 最後其實不想打職棒 反正總之就是 那一年選秀 隔一年 應該講隔一年 2019年的年底出來的新聞 2020的選秀 從頭到尾也沒有冒出過 右帶齊右這個人 後續也都 一整年也都沒有這個消息 只是那時候 2019年的年底 曾經有跑出來這個新聞過 所以我又要來這套 又要來這套 又要從動腦筋 動到這些田徑選手身上 可是我覺得這樣 機會不太可能 太低了 對啦 我覺得講講而已 講講而已啦 但我覺得去查像有比如說 和天抗上或是武傳亮 這種經歷的 是可行的 可是倒過來 我還進一步想 你真的一到九棒 都排這樣子的選手 剛我比較厚 你講是講 對 如果他們比如說三升 周東 高步 英斗這些人 全部排在那邊 因為這些人本來打擊也不差了吧 對啊 對不對 可是他前面講的是 你先我速度沒關係 棒球我再來教你打 我覺得他那麼簡單 沒那麼好打啦 你都上不了壘 你結果全部都排腿 哥上不了壘 沒用啊 對不對 跑回修一次比較快 大概比誰 跑回修一次最短 時間最短這樣 對啊 其實這個沒那麼簡單吧 你可以去洗啦 洗這些資料是到底有哪些的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他只是說他想要跑得快的選手 但就是 後面就是 就是 有點像秀啦 就是講給媒體聽的 對啊 對啊 這些 現在檯面上 這些短板選手 我怎麼想都不可能 他們會來打字 對啊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看一個日本網友 在推特上分享的 那應該是他們在 北海道當地聽廣播的時候 聽到的一些情報 因為他沒有全部PO出來 所以我也只能 截他日本網友PO的字 他說在7月7號的比賽 不知道是賽前還是賽後 可能賽前吧我不知道 他說反正收音機電台情報 節目這邊有提到 他說BPOSE把所有選手 召集過來 召集過來 他說其實我知道 我知道大家對於 就是現在這些 我每天排的這些 歐打什麼的位置 都不是很固定 他說接下來在明星賽過後 我會把這些位置固定下來 大家對於 就是我接下來要把位置 固定下來的這個做法 大家接下來請開始加油 對意思是說我要開始固定了 大家為了要搶到這些位置 請加油 機會開始倒數了 對開始倒數了 快要截止了 我以後就不會像現在這麼 開放這麼多名額給大家去試 說給選手聽的吧 然後因為講了之後 他垃圾友的情報節目 新聞節目也沒提到 他說選手對於BPOSE 跟他們宣布的事情之後 每一個人感覺都是 很有氣勢很有企圖心 比如說好接到收到通知了 我們會努力拼一道 對不對 搶下最後可以先發的 拿到先發名單的機會的意思 我看到這新聞就終於 終於 終於要 真的嗎 明星賽過後要固定下來了嗎 因為我們當球迷的還是希望 如果可以固定下來對不對 每一場 比如說像這一週一樣 贏個軟贏三場 一個什麼 哇每一週都可以贏個 至少一半以上的比賽 大家看比賽比較有精神 對不對 至少看到那個不是借金20 比如說正的也開心嗎 對嘛 也多少比較開心對不對 陽光感覺每天都會出來那種感覺 對 那種感覺 還要等到遠鏡賽過後 那也差不多要7月底了 總之好吧 大家就等著看7月底過後之後 Beatboss真的是不是真的要把這些名單固定下來了 大家等著看這個結果 好 再來 這個Beatboss單元的最後一個 在這個7月9號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一次的在這個福岡的三連戰 剛好遇到了這個殷之祭典 那在9號禮拜六的晚上 其實比賽過後 雖然日本武隊贏了 但是比賽過後 這個配配洞裡面 還是有很大的一個表演活動 就是關於這個殷之祭典的 好像嘉年華那種感覺 比如那些鷹 哈利鷹 還是什麼 他們都坐在那個 好像花車上面 你好像在看迪士尼花車遊戲 那種感覺 很多很多 還有很多光的這些表演 那其實Beatboss賽後沒有離開球場 他還在板凳上 他還在休息區這邊 他也在看這個殷之祭典 他還看整個儀式這樣 他說哇 整個儀式光的秀太棒了 這些結合光的秀太棒了 他說學習 學習到了 因為今年剛好整個 我看這個日本媒體形容的 然後就是因為剛好遇到在7月7號前後 所以其實今年的這個殷之祭典的主題 比較也有跟這個七夕有關係的 有這個叫做天之川 天之川是不是指那個 好像牛郎之女要會面子的時候 那個叫什麼 過那個橋是不是 那種感覺 銀河 銀河 類似那種感覺的東西 所以我記得球場中就有一條 類似這樣天之川的那種感覺 然後好多很華麗的光火 煙火有一點點 然後這個聲光秀 很華麗的聲光秀 什麼什麼 或者在場邊看的津津有味這樣 他就說明年球季新球場開幕之後 這些聲光秀的東西 也可以當作我這些performance的參考 他的這些表演裡面 腦袋停不下來了 對他納入這些聲光秀的東西 哇可以弄得這麼嚇趴這樣 可以納入參考 明年到時候 新球場的時候我可以用用看 看什麼 我真的覺得是因為這三場贏了 他有這個時間 先進去看想這些事情 他這個是第二場的比賽過後 至少贏兩場 至少兩勝 至少兩勝 而且都是兩張王牌贏了 兩個主力投手先發都贏了 至少兩勝的心情還不錯 留下來在那邊看營資祭典 我看到有感覺 這個我以後用得到 我以後可以參考 好高興 好 以上就是 真的有點短 這次的他的時間 比較短 以光他自己我覺得真的 他這次 上個禮拜比較沒有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這樣 可能都做客的關係吧 可能剛好球隊也都 那說贏球他就會講比較少 球喔 可是他其實幾乎 最近賽後都有給人家訪 對啊 也跟之前好像稍微不太一樣 之前好像有一陣子都 不管贏還是輸都不給你訪 對 不容易贏一場的 就說去問選手 對 輸的就是請廣報講一句 帶一句話 走 我沒什麼好說的 感覺最近 不管輸或贏都會出來 稍微講一下話 聊一下 聊一下 好 下個禮拜節目 下個禮拜比賽 剛剛前面也有提 就是感覺起來看向四場 可是其實連到再下一個禮拜 還是蠻超的 我再跟好小討論看看 我們要什麼 錄下一集 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錄好了 因為7月18禮拜一 可是是三連戰的第三場 對 好尷尬 這跟我們平常更新節目的時間 有一天點 稍微有一點點 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在想什麼時候要來更新下一集 還是要以禮拜天為缺點 還是以 跟這個 我記得好像跟C5的三連戰 第三場完做缺點 就是有點像是這一個 上一層 卡斗的結束多缺點 再跟好小討論一下 好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日空配信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聽 我們就下一次的節目再會 拜拜 拜拜 拜拜